第26條 現在兩個燈泡是Pair 駁著DrySelf 這邊就是Y 如果Pair 駁著的話 DrySelf的Voltage 例如是3V X就是3V,Y就是3V 3V是甚麼意思呢? 3V就是一個Qurum 的電子經過 X就拿到3J 能量 Y也拿到3J 能量 所以正正就是這個解釋 每一個Qurum 的電子 每一個Qurum 的電子經過 它們的能量是一樣 然後Y說X比Y X在題目上比Y 即是POWER X比Y大 甚麼是POWER? POWER的意思呢? 即是每一秒的能量 X拿到的能量 就比Y的能量更多 這就是第二個解釋 1秒鐘 X拿到的能量 比Y的能量更多 OK? 所以2,3也是對的 好了 那我們就看看第一句 第一句就是問Current 我們可以知道 POWER X比Y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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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個是每一秒的能量 每一秒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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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正正是第一個表達的解釋 POWER X比Y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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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也是對的 所以1,2,3也是對的 好了 這條問題就正正可以幫我們 溫到 甚麼是Current 甚麼是Voltage 甚麼是Power OK 簡單來說 就是 P P 就等於VI 甚麼是I 就是1秒鐘 有多少個Current 的電子經過 有多少個Current 有多少個Current 例如1秒鐘 是2A 1秒鐘 就是有2個Current 的電子經過 好了 甚麼是V V就是每一個Current 的電子 能夠帶到多少個能量 例如3V 每一個Current 就是每一個Current 的電子 每一個Current 的電子 就是每一個Current 帶到3V 能量 所以 如果你1秒鐘 1秒鐘 是2A 1秒鐘 就有2A 2A 有2Current 的電子經過 甚麼是3V 一個Current 帶3V 另外一個Current 電子 帶3V 即是1秒鐘 1秒鐘 總共 有6Current 能量 就會給1Current 這兩個Current 就是POWER 所以 POWER 就等於V I 27條 27條 好像一個很複雜的Current 弄得很多正方形 但實際上 如果這樣看的話 應該是比較容易看的 對了 現在 只是 PARALOGAR PARALOGAR TS 就是Series 他問如果Footy提升 哪個燈泡 是容易爆 你 那 燈泡 越光 其實 當Footy提升 就會越容易爆 因為 POWER 越高 即是越燃 所以 這個Case 就是現在有4副燈泡 現在有 第一款 第一款 PQ R 第三款 T 第四款 S 的燈泡 看看哪一個是最光 最光 就是最容易爆 那 PARALOGAR Footy 是最容易比較的 因為 譬如看 3-4為例 其實 Footy 因為這兩個燈泡 是相當的 兩個電阻 是一樣的 如果兩個電阻 是一樣的話 這個 就是V-OF2 這個 也會是V-OF2 好 接著 去到 去到 上面 上面 如果這兩個電阻 是相同的話 即是 這個電阻 是小一點的 這個電阻 是小一點 這個電阻 跟這個一樣 所以分為Footy 來說 這個Footy 是大於V-OF2 接著 這一邊的Footy V P的Footy 和 V-Q 的Footy 就會是小於V-OF2 好 如果是這樣 哪一個Footy 最大的 因為 POWER 就會等於V-Square Over R 所以它分到Votage 越多,Power 越多 所以答案就是 R 我特意不代任何數字去做 現在我試一下多一代數字方便和我再理解一下 很簡單的,每一個數字我代1 Ohm 代1 Ohm 你會馬上感覺就不同了 當然,我這個簡單點是代3V 你可能會問為何不代2V 待會你就知道 如果代3V的話 在樓下1 Ohm 1 Ohm 這個便分到1.5V 1 Ohm 1 Ohm 這個合起來是0.5 Ohm 如果這邊是1 Ohm,這邊是0.5 Ohm 這合起來是2比1 這便分到2V 這便分到1V 1V是Parallel 上到1V,下路都是1V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的答案都會做到R 就是2V 為何要代3V呢? 因為我知道10.5 Ohm 這便是1 Ohm 2比1 用3分便更好 這便更容易解釋 好 有些MC的技巧 其實ST分到的Footage是一樣的 所以S爆的話,T也會爆 即是答案都不會是C和D 好,28V 一個月有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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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有16個小時 每一個小時會有1.5W的能量 都會消耗 問你一個月派有多少能量 即是用1kWh來計算 這個已經是一小時,所以就配合H Wat 數就要變回KW KW的意思是1.5除1000 這個是KW,我們就變回KW 所以我把這兩個東西成為16 這裡成為0.024kW 30日,一個月裡的30日,所以成為30顆 所以這裡是0.72kWh 每1kWh就放0.8kg的碳 所以答案是0.072kWh 成為0.8的碳 做到答案是0.576kg 答案是A 29條,這條是Cancel了 但因為題目分不到高低才Cancel 我先說了兩個沒有這麼爭議的部分 現在有一個Solanoi 它是Long-Solanoi 如果有Long-Solanoi的話 就當磁巡在中間穿過 就是這樣 現在就有一個Search Core Search Core 你當是一個很小的Solanoi 就放在這裡 放在這個磁巡裏 這個磁巡裏 你當作是Vomita 或者Oscillus Group Oscillus Group 介乎在OCE和OCE之間 遲些我會開一個影片 講一下什麼是Oscillus Group 好,現在就當作是Vomita 一個Search Coil 為什麼會獲得B-Fuel呢? 就是因為如果這個B-Fuel 是一個Changing B-Fuel的話 一個Search Coil 一個Solanoi 在一個Changing B-Fuel裡面 這個Vomita的Indule CMF 就會等於N 線圈的圈數 再成為Delta Fust over Delta T 這個是要由這個Change of Magnetic Fust Change of B-Fuel 才能夠創造 才能夠創造 這個Indule CMF 那Indule CMF 越大 那就是Change of Magnetic Fust 就會越大 所以如果我們要用Search Coil 去量度這個B-Fuel 所以題目就可以簡單到 變成這樣 現在有一個Search Coil 有幾個圈在這裡 這個你當作是Solanoi 現在有一個不斷變動的B-Fuel 有一個Change of B-Fuel 在這裡 我們就怎樣能夠創造它呢? 第一個 這個Search Coil 一定要跟這個B-Fuel 互相垂直 這個就一定是對的 因為如果你不是互相垂直 你是PAC 的話就不能夠創造這個B-Fuel 有一個磁場影響 如果你放在東西的Direction 第三個Statement 很多實驗來說 都能夠避開地球磁場 但是這裡有些不同的地方 要小心 就是這句的句子 如果想避開地球磁場的話 這個其實是對的 OK? 最簡單的 就是在DXC裡面 都經常聞到 如果這個是Loft 這個是South 有一個磁場 磁場磁場是在這裡的 然後如果有一條電線 它就會感受到這個的力 是不是? 有一條電線 有一個電流在這裡 感受到力 如果我想避開地球磁場的話 那麼地球磁場 一定要放的位置 還是Parallel 我用綠色 綠色為之地球磁場 地球磁場 一定要Parallel to這個Current 這樣 這個地球磁場 就不會對它有任何影響 所以 這條電線 放的位置 就要 由South 去到North 由South 和North 地球磁場 就不會對這條電線 產生任何影響 好了 做這個問題的時候 需要不需要注意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那麼 Search Coral 就不用考慮這件事 因為Search Coral 只是解釋到 磁場的 Change of B Field 地球磁場是Constant 地球磁場是Constant 所以Search Coral 是量不到地球磁場的 所以三個Stament 對於Search Coral 是沒有任何的幫助 好了 接著到第二個 它就說 將Sick Gen Furrency增加 其實就會增加一個 Accuracy 首先 Signal Generator 就是 Signal Generator 就是 產生一個 A C C 而 AC Current 正比於B Field Current 越大 B Field 就越大 Current 如果是 是這樣的 是一個Sign Wave B Field 自然都會 是 同一個方向 因為Current 正比於B Field OK 如果Furrency增加 Current的Currency增加 就變成這樣 對於B Field來說 也是變成這樣 我看一下 DELTA B OF DELTA T 其實就是 這部分的SLOPE 你看到 如果Furrency增加了 這個 B Field 也會大了 B Field 大了的話 Search Coral 感受到 Inducing F 也會大了 所以如果Inducing F 是大了的話 我們就會說 Sensitivity 就會高了 可能正正這個原因 它用了 是 Accuracy 不是Sensitivity 所以 有得咬 就可能 Cancel 了 這條題目 如果 我覺得它的答案 其實上2 都可以 答案 想是Boy 29條 這條問題 真的蠻深 心 心是心在 其實這一版 都差不多要用 一個星期A LV的東西 當然 DSE 不會弄得那麼深入 同學 我覺得是正常 當你遇到那麼深入的題目 不要打亂自己的節奏 因為 其實這一條 最後都是Cancel 好 30條 36條 指 Wood-mean-square-value 如果是一個 Sensitivity 那時候 就是 Peak 除了 開放2 裏面 不關任何 frequency 事 現在 就是 Peak footage 現在的Peak footage 就是 等於 Repeat 是HALF 即是 除了 如果 除了 Wood-mean-square-value 除二 便完成 所以答案就是 A 現在 有兩個燈泡 兩個都是 What is Rate Value 我寫下 28個W 這邊是11V 這邊是22個W 所以 這裡加上 要用的Power 就是要用到 44個W 它就說 Current 是0.25A 如果這個是0.25A 的話 POWER P 就等於 VI 我寫下 之後 這個 輸出的POWER 就等於 55個W 即是說 這邊的輸出是55個W 但這邊只有44個W 那 差多少%呢 那 就是 44除55 成100% 即是 原來只有80% 所以答案就是DOT 好 哪一個關乎 是對的 Alpha 的 比Beta 是對的 Gamma 不會被 擋 你 擋不到 何況10cm 這麼薄的長 它就不可以擋到 OK 第三個 是否被EFU擋到 加上不可以被EFU擋到 這個也不適合 所以答案只有A 好 現在就是有兩個物品 一個是X 一個是Y 一個是3個小時 一個HALF LIFE 是3個小時 這個是4個小時 看一看 即是24小時 24小時 即是有幾個HALF LIFE 這邊有8個HALF LIFE 這邊有6個HALF LIFE 所以 裡面 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NUMBER的數目 一個是NX 一個是NY 它就說 NX OV2的8次方 經過了8次HALF LIFE 就會等於NY 經過了6次HALF LIFE 這個已經是24小時之後 它就說 這兩個數 這兩個數是一樣的 這兩個數是一樣的 所以 一開始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不一樣的話 差多少呢 就是NX over NY 就會等於2的8次方 OV2的6次方 一差就是 4比1 有1個HALF LIFE